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本小说男女主相遇是因为山匪那也没写具体是哪天谁知道剧情会这么突然降临啊虽然我并不想开始剧情但都这样了男主是不是该出现英雄就美了这次肯定就是男主了 援助女主为貌被勾落两人对了个眼男主被惊艳了女主被看得脸红了两人的奸情就此开始一开始还是平民的男主不久之后带领起义军起义最后一路当上了开国皇帝 而我这个身份 廖史军的女儿 宁栋河下的美人 标准的贵族女郎 成为了她的皇后 确实是一个圆满的一曲意 可在那之前 可在那之前男女主在一起又分开分手又和好 揪揪缠缠 虐恋情深 中途还被女配插足产生误会无数 还流产 男主为了得到兵权支持还娶了女配生了孩子 这种虐恋情深的剧情 要不是为了看恶毒女配最后被虐啊 我一定坚持不下来的 结局是女配和她的儿子都死了 女主原谅了男主 两人的儿子成为嫁一人皇帝 想想女主的丰富被虐经历就忍不住颤抖 走剧情和谈恋爱都拒绝 穿到架空朝代就够心塞了 我只想安安分分混吃等死 多谢一时相救 举手之劳而已 我叫陈玥 恐怕此地不安全 二位随我到官道上去吧 有没有礼貌不要紧 只要不要引起男主注意就好 女郎 是救我们的陈朗君 那位陈朗君是附近村里的猎户 确实是个正义之士 送去的谢礼啊 都被婉拒了 把他售卖的猎物都买下吧 既然不肯收谢礼 也只能这样报答了 虽然不想和男主谈恋爱 但被救了一次 怎么着也该稍作报答 你的事都传遍了 真是担心死我了 不提这个了 想起来就头疼 说起有趣的事吧 我大伯家 打算从洛京搬到河下来呢 我唐姐一来 咱们又多了个玩伴 这样啊 我很清楚 这些人为什么搬离洛京 他们大多家中都有未婚的妙龄女郎 怕被陛下看重 照进宫中 当今的皇帝陛下司马娇 喜爱美貌女子 宫中美人众多 她不是好色 而是喜欢欣赏美人 却又时常发疯 说杀就杀 不仅仅是美人 前朝大臣一事 看不顺眼就杀 毫无顾忌 据说是个暴躁易怒 凶残无比的主子 正是因为杀人毫无顾忌 手段凶暴残酷 才导致之后各处起义 最后亡国 这位亡国之君司马娇 正是援助男二号 既是男二号 女主和司马娇自然是有接触的 在女主和男主 某次吵架出走后 被初玄的皇帝遇上 默着良心说 即使司马娇很可怕 但在援助中 并没有伤害过女主 但这没什么用 男主后来来救女主 并杀了司马娇 真是令人头大 男主我可以直接避开 我怎么避开司马娇啊 他是皇帝啊 按援助情况 半年后 司马娇听闻盒下有美人撂女郎 陛下诏书让女主进宫 女主那时与男主郎情怯意 自是不怨 所以他出逃去找男主 司马娇就把女主的爹 关进大牢了 这八年来 我和这个平一爹 相处得不错 实在不想像援助女主 一样坑爹 倒不如 那时我干脆 进宫去好了 这样 不就完全脱离援助了 反正司马娇不会杀我 也就是说 我最多只有半年好日子过了 这种死亡倒计时 真让人轻松不起来 上香有遇到男主吗 好像没有啊 怎么还加起戏来了 没想到这么巧啊 遇到陈老君了 这闻是有必须让男女主 碰面的设定吗 男主前期善良有原则 中期杀法果断 后期还有心思深沉的公斗 女主要陪着她一路改变 还得给她生孩子 真是又累又麻烦 没想到会在这里相遇 近来进城寿美猎物 总是很快被人买走 多方打听才知道 是廖家家谱 如此有心 定是为真图报的新善女郎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 待在家睡觉算了 我就不信 我自己待在家 男主还能从天而降 圣旨到 廖婷燕 接旨 明女廖婷燕听旨 明明还要再过两个月的 怎么提前了 虽然因为我的改变剧情 会随之变化也正常 但这还是很让人投脱啊 婷燕不用担心 落镜来人 为父会想办法 陛下遣任来迎女儿 也是看得上女儿 您放心便是 你真的愿意进宫吗 嗯 据说这每天都有因为陛下生气 而杀死的美人被送出宫啊 可怜的廖女郎啊 不知道能活多久 身为平民的我 就只能这样无力地替她惋惜吗 忘不掉那清晨的柔毛 若梨花未央 梨花赞首富少 落马抹去柔梦想 奴风铭来照顾女郎 若有什么事 女郎尽管吩咐 从颜值看 在原住里应当有姓名才对 你叫什么 奴叫长佑 是个路人家没错了 我不需要人照顾 有必要吗 兵贼似的 长佑 你是伺候陛下的吗 正等着你问陛下呢 奴 并不能时常见到陛下 那夏日会有很多兵吗 女郎请用 宫中几室主店都会用兵 好歹是女主 想来混混得不错吧 既然不是原住人物 应该就不会触发什么万奇八糟的剧情 陛下 陛下 快些吃药吧 有只三十 您何必容 不用 暗情缭绕 想来的 他不错 合够的姻缘 看来 是要受伤我们一段时间了 这边没有熟悉的人 怎么会如此冷静 明明看上去若不经风 他都不会觉得害怕吗 还是说 我的兄弟还未传到和线红 奴从来没见过 像女郎这般平静的美人 女郎不害怕陛下吗 听说陛下喜欢杀人 我不久前亲眼看到山北杀人 场景可怖 闻到肉味 一想吐 半个月没能长魂心 陛下会让美人去围观杀人吗 若不强逼我去看 那倒还好 陛下肯定喜欢你 女郎可相信我 如此肯定 谁给你的自信 我的脸吗 不闻音声艳语 只有无边静默 这算哪门子宴会啊 这么多人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要不是喵的他们在看我 我都怀疑他们是蜡像了 和下庄视女拜见陛下 起来 这个声音怎么好像 常侑为什么是司马娇 你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陛下 你骗的臣妻好苦啊 贵妃 来顾身边 什么哎呀 想吃就吃啊 不是饿了吗 那切便吃了 这不会是人肉吧 贵妃似乎不喜欢这道菜 不是谁做的 很美味 有没有兄弟 好好吃你的就是了 大哥 你这种语气不是对我说 听着也很吓人好吗 看到个死人就吃不下饭 你怎么这么娇气 娇气 不许你问问 你肯定最娇气 切能吃虾 切也能 你看吧 你是不是最娇气的那个 我真是无话可说 贵妃觉得姑的后宫如何 各有千秋 都是美人 都比不上你 贵妃喜欢她们吗 妾 喜欢清净 诸位美人们 都十分闲净 你们可不许 饶了贵妃清净 你赶紧闭嘴吃饭吧 别再吓着了 陛下没有胃口吗 这些才难吃 怎么 要过陪你吃 你才吃得香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胡说 算了 陪你吃点吧 太好了 司马娇果然和元柱一样 没有睡我的意思 元柱也没有解释 为什么司马娇不睡女主 我也没有什么 要去探究的想法 不睡最好 我就能好好休息了 美梦走进噩梦 是什么体验呢 就是一大早睁眼 看到床边坐着个 满脸不愉快的司马娇 陛下 你才不高兴 因为不打扰你休息了 怎么会 妾已经休息好了 她不是个婚居吗 难道不跟日上 三甘不扫巢吗 这回睡够了 你不是说想看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还没见过孔雀开屏呢 真想看一看 她开屏的时候 你非要睡觉 现在看不到了 原来一大早坐在我床边 是要带我来看孔雀 是妾的错 等下次开屏妾再来看吧 怎么没穿外袍 你比我失觉了吗 你还有脸愤 又怕热又怕冷 你真是麻烦 也许是今天孔雀心情好 又再度开了磁瓶 司马娇高兴了 赏了一匣子黄金 皇帝真不愧是皇帝 杀人大手笔 赏人也大手笔 你也想要 妾更喜欢玉 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喜欢的 孤德斯库里那么多 这些玉你要喜欢 让人送到女宫殿去好了 谢陛下赏赐 这种东西 孤无聊的时候 砸着玩儿听响 没什么用 这样的美玉 砸着玩儿太过可惜了 来的路上 我不知设想了多少次 宫豆腐本的艰难险阻 结果成了目前最高等级的贵妃 那群美人来拜见我 就真的只是拜见一下 我还没来得及发挥一下 他们全低着头退下了 你喜爱亲戚 这位美人不敢贸然来打扰的 皇帝不务正业 没事就想着杀自己小老公 导致我这个贵妃 毫无用武之地 陛下 那姓郭的绝不能轻饶 臣请陛下下旨 捉拿郭宴 连同郭家上下三十余口 全数斩绳 以敬效忧 三思啊陛下 臣以为此局不妥 尚书令如此包庇是稀才 还是阴着段太夫 独向国过滤了 且不说 郭彦与段家并无甚关系 便是真有关系 只要触犯了律法 段家也是不容的 独向国说杀 那便杀了吧 既都说完了便散了吧 他为什么有时无时都睡得着 还睡得这么醒 你醒了 这是在 想你陪我 但你一直没醒 原来如此 去哪里 快骂人吗 骂一句来听听 从来没听过这么变态的要求 臭傻逼 听到了吗 臭傻逼 陛下真坏 切先退下了 此行可还顺利 太守王林雨 确实与秦南王私底下有来往 秦南王下地更是几乎成为一个独立大国 陛下准备如何处置 我要割了他的脑袋 送到秦南王的暗头 陛下心情好了许多 刚才你也看到他了 我从河下接来的 既然陛下喜欢 令他今晚试起 高明你知道 故不想留下血脉 有贵妃陪伴 或许陛下能高兴 也能睡得更好 我夜间总是头疼 万一哪天不高兴 把他杀了怎么办 如果真会杀他 又怎会烦恼此事 母向陛下保证 不会有事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uff close психische 疲惨